你好,欢迎收看2月20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吕贵 花莲县政府教育处在今天举行了 110学年度科技教育实作竞赛花莲出赛 由县党徐正蔚揭开赛事序幕 竞赛的项目包括了生活科技组还有资讯科技组 让学生可以发挥创意把想法透过实际动手制作 透过以物联网、人工智慧、虚拟实际、大数据等方式 进行问题的解析和解决 学习共同制作及分享成果 110学年度科技教育实作竞赛花莲出赛 并有现在徐正蔚揭开赛事序幕 竞赛项目包括生活科技组以及资讯科技组 让学生发挥创意 将想法透过实际动手制作 现在徐正蔚表示 花莲县政府成立智慧教育中心之后 无论是智慧教育课程培训 教师课程设计以及交流都加深花莲县 智慧教育的深度以及广度 很开心来看看我们的孩子来比赛 在进修或者是课程的研发 以及制制的我们的这个CF 让我们在第一线的老师能够从第一个实际的研习 第二个补上这个不足 让我们每一个学校 无论是儿童诚式语言教育 或者是我们Scrunch 广生受无人机 不断的推广到属校区 而也成立了三个区 无论是北区 就在我们花干国中的逻辑运算 还有我们的中区的我们的创客 以及南区的无论机房生寿 自走车 我想每一个区都有它的悠长 而每一个区也因为如此 发展出它不同的整个能量 然而我们也会透过这个区与区的互相的交流 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全面上 全面来互相的学习 所以智慧教育中心是一个让我们全人 不只是学生 老师 其实对于相亲的数位的不断的提升 以及科技智能的部分 结合在我们生活之中 所以智慧教育中心365天 除了春节几天以休假以外 几几乎礼拜一到礼拜七 甚至晚上都不断的延行 以及欢迎乡亲大众能够进到智慧教育中心 所以我要谢谢所有教育现场的所有老师 而这次110学年度科技教育师座竞赛花联赛 慎重邀请台湾师范大学科技应用 以及人力资源发展学系 国立宜兰大学资工系 以及国立东华大学设计课程 以及潜能开发学系 多位教授担任评选 获选的五个队伍将分别代表花联县参加4月初 在新北市举办的全国生活科技创作竞赛 以及高雄市举办的全国资讯科技创作竞赛 为花联争取荣耀 记得交易黄色波大龙